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快出来啊 人们好奇地望向声音传来的方向 只见不远处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子 一边呼喊 一边心急如焚的 似乎是在找孩子 难道是有孩子走丢了 有热心的大妈见状赶紧走向女孩 姑娘 是在找孩子吗 别着急 咱们帮你一起找 女孩说自己名叫小雪 毛毛是一条金毛犬 刚带她出来散步 她走累了 就找了一个地方坐下来歇歇 这公园她常来 觉得是熟悉的地方 她偶尔会松开仙影绳 让毛毛撒欢地跑一阵子 看着毛毛可爱地在草地里打滚 钻来钻去的 小雪的身心也就放松下来了 可就在小雪放着毛毛自由活动的时候 她接到了同事的电话 说有急事要处理 这才分散了她的注意力 她打电话也就几分钟时间 刚把电话挂断 她就发现毛毛不见了 这才着急地在公园里找毛毛 那几个年轻人听了小雪的话以后 都帮着小雪找 可一路上问了不少人 都说没有看见毛毛 没多久 小雪的男朋友方磊闻讯而来 一见到男友 小雪忍不住哭了起来 都怪我没给毛毛套上牵引身 不然也不会走丢了 方磊心疼地安慰小雪 别担心 毛毛肯定能找回来的 你以前不是说过 毛毛也走丢过一次吗 后来发了朋友圈 就有好心人送回来了 听了方磊的话 小雪眼里闪过一丝希望 对 发朋友圈 我刚刚是太着急了 都忘了这事了 小雪定了定神 立马编辑信息 发朋友圈 还承诺 谁能把毛毛送回来 筹谢五百元 小雪一心以为 毛毛肯定能像之前一样 很快就能自己找回来 可是两天过去了 依然没有毛毛的消息 她将毛毛的寻狗启事 贴满了附近的大街小巷 还每天都去毛毛 丢失的地方徘徊 就在她快要绝望的时候 事情出现了转机 这天傍晚 有陌生的微信号 要求加小雪为好友 对方说 自己捡到了一条金毛犬 小雪喜出望外 赶紧添加对方为好友 对方说 自己名叫阿强 前几天在公园附近 遇到了一条金毛犬 还以为是流浪狗 她便把狗带回家了 今天她在朋友圈 看见有人发了小雪的寻狗消息 她便通过微信 联系上小雪 小雪看着阿强发来的照片 照片里的金毛犬 虽然脏兮兮的 但分明就是她的毛毛呀 小雪又惊又喜 赶紧问阿强在哪 她想立刻过去领回毛毛 当面答谢阿强 小雪原以为阿强是热心人 肯定会马上把狗还给自己 没想到阿强竟然拒绝了 阿强说 这些天为了照顾毛毛 买了很多宠物用品 小雪要想领回毛毛 可以 但必须先给两千块报酬 这阿强一张嘴就是两千块 这不明摆着坑钱呢 宠物用品哪能花那么多钱 可一想到 阿强毕竟照顾了毛毛那么多天 毛毛对自己又那么重要 小雪想了想 一咬牙就答应下来 当即给阿强的微信 转账了两千块 可没想到钱刚转出去 阿强就说临时有事出不来 要等明天下班后才有时间 知道毛毛的安危后 小雪松了一口气 她盼着明天见面的时间早点到来 这样就可以见到毛毛了 可让小雪没有想到的是 她的期望再一次落空了 隔天小雪如约来到公园里 可她左顾右盼等了好久 都没能等来阿强和毛毛 难道阿强和毛毛在路上出意外了 小雪越想越担心 赶紧给阿强发信息 结果阿强竟然回复她 说来不了了 理由是毛毛把她给咬了 看到这信息 小雪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毛毛向来温讯怎么会咬人呢 但她当下还是马上给阿强道歉 还安抚阿强 说毛毛接种过狂犬疫苗 阿强的医药费她也愿意承担 可当小雪提出 要现在去叫阿强绕回毛毛的时候 阿强竟再一次拒绝了 而且拒绝的理由让小雪更觉得不对劲了 那这次阿强提出的理由是什么呢 阿强竟然要小雪赔偿她八千块钱 才可以带走毛毛 这狮子大开口的 打个狂犬疫苗也就几百块的事情 就算加点营养费什么的 也不至于要八千块钱呀 可一想到毛毛在阿强手里 小雪也不敢轻易得罪她 只能好眼哄着 希望阿强可以松松口 少要点钱 结果阿强大发雷霆 我好心没好报 捡了这么一只凶狗被咬了腿 没想到你这做主人的 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一心只想把狗要回去 你不给钱是吧 那你的狗也别想要回去了 我等一下就把它摔到楼下去 阿强的态度让小雪有惊有怕 八千元钱不是个小数目 可是为了毛毛他愿意出 问题是阿强已经有过一次出尔反尔了 自己究竟该不该相信他呢 小雪此时已经乱了方岁 只能赶紧求助于男朋友方磊 方磊想了一想 觉得这事有蹊跷 好歹阿强也养了毛毛那么多天了 毛毛怎么可能说伤人就伤人呢 这极有可能是敲诈呀 小雪要不这样吧 你先缓住阿强 你说暂时拿不出那么多钱 先给他转个一千几百的 等你筹到钱了 再把钱给他 咱们赶紧报警 这个阿强显然有问题 咱们不能纵容这种无赖行为 这能成吗 小雪有点犹豫 她担心毛毛的安全 没事的 阿强不是要钱吗 只要咱们肯给钱 他暂时不会对毛毛怎样的 这样 你让他隔一段时间 就拍毛毛的事情发给你 这样就可以确保毛毛的安全了 在方磊的安抚下 小雪赶紧来到公安局报案 女子丢失爱犬后疯狂寻找 捡狗的人向他索要一万元 你不给钱是吧 那你的狗也别想要回去了 我等一下就把他摔到楼下去 女子报案后才发现 捡狗的人竟然是自己的前男友 为什么要故弄玄虚 装作陌生人联系小雪呢 二人曾经因为这条狗分手 那么女子丢狗是疏忽大意 还是另有隐情 前男友捡走我的狗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警方根据小雪提供的微信号 很快通过追查手机定位等手段 找到了阿强 还在阿强的房里找到了一条金毛犬 经过辨认那条金毛犬就是毛毛 而阿强并没有被毛毛咬伤 更让人出乎意料的是 这个阿强竟然是小雪的前男友 真正的名字叫李军 这李军既然认识小雪 为什么要故弄玄虚 装作陌生人联系小雪呢 她到底是真的捡到了毛毛 还是用什么手段带走了毛毛呢 她又为什么要骗小雪 自己被狗咬伤了 在警方的询问下 李军做贼心虚 到处了实情 小雪和李军是大学恋人 李军爱玩网游 有时还会因为玩游戏冷落小雪 当时小雪觉得很多男生都爱玩游戏 一直很包容李军 两人感情稳定 毕业以后就决定留在当地共同奋斗 看着李军工作以后还是沉迷游戏 作息不正常 还不爱运动 小雪就想给李军培养新的爱好 改掉这些坏毛病 而养狗就是小雪的第一选择 小雪很喜欢小动物 她觉得养宠物得花心思照顾 还得有耐心 小雪希望能通过养狗 慢慢改变李军浮躁的性子 平时遛狗还可以锻炼身体 这样一来 李军玩游戏的时间就少了 一举数得 但李军不乐意 她觉得养狗麻烦还浪费钱 直到有一天 李军终于同意养狗了 这也算机缘巧合 小雪的闺蜜养了一条金毛犬 名叫毛毛 闺蜜怀孕以后 家人就建议她把狗送人 闺蜜就拜托小雪收养毛毛 小雪便趁机说服李军 说毛毛漂亮 还聪明乖巧 这到底是送上门来的狗 李军不好再拒绝女友 便答应了 把毛毛接来后 小雪买了狗粮 还带毛毛去宠物店做护理 每月算下来 也是一笔不少的支出 而与此同时 李军工作后有了收入 开始变本加厉地玩游戏 还花钱买游戏装备 小雪觉得李军太不成熟 本来工资就不多 还都花在了打游戏上面 李军对小雪也有怨言 她认为小雪双重标准 给狗花钱就舍得 自己玩游戏就是浪费钱 难道说自己在她眼里 还不如一条狗 这一天 李军发了工资 他下了班 便兴冲冲地约朋友打游戏 还喝了一点酒 很晚才到家 一到家 李军又开电脑玩游戏 一看李军那样 小雪忍不住来气 就知道完 你是不是忘了这个月 轮到你交房租了 今晚房东又来电话催了 你不是发工资了吗 明天赶紧把钱交了 李军文言没吭声 自顾自地玩游戏 小雪见账更加生气了 你说话呀 见女友火气这么大 李军只好说道 这事我还真忘了 你知道的 前段时间出了新装备 我不是眼馋好久了吗 这不一发工资 我就赶紧买了 我都已经给荣幸账号 充了钱 要不这个月的房租 你先垫着吧 看着李军理所当然的样子 小雪气红了眼 你工资都拿去完了 那我也没闲怎么办 房租交不上 咱们两个睡大街上嘛 你没闲 前几天你还带你的狗 上宠物店洗澡 还跟我说 是什么最时尚的碳酸浴 就别跟我说没钱了 不就是让你先垫着房租嘛 用得着发脾气嘛 李军这话说的 仿佛是自己无理取闹 小雪的怒气涌上心头 大声道 但凡你少花点钱在游戏上 我也懒得说你 整天花钱玩游戏 你有时间玩游戏 还不如买书学习 毕业这么久了 每个月都月光 你有想过我们的未来吗 李军本就喝了酒 听着小雪越发尖锐的声音 她的火气也上来了 她猛地站起来吼道 你以前就知道我爱玩游戏啊 现在带傲着你的眼了 我还烦你的狗呢 弄得家里到处都是狗猫 去宠物店洗个澡就上百 你还上赶着让人坑钱 就在这时 毛毛也许觉得小雪被李军欺负了 飞快地从沙发角落冲过来 朝着李军狂吠 李军被吓得倒退了两步 一不小心踩倒了地上的电源线 电脑一下子断电了 游戏就这样被硬生生地中断了 看着狂吠的毛毛 李军的怒气一下子爆发了 疯狗滚一边去 他转身抓起桌上的杯子 便朝毛毛扔去 被打到的毛毛 乌咽了一声没有后退 他在小雪身前戒备着 你神经病啊 竟然打毛毛 小雪立声道 他生气的态度让李军瞬间冷静不少 他没有继续和小雪争辩 拉着脸离开了客厅 因为这事两人冷战了好几天 到底是同居的情侣 两个人一直这样僵着也不是办法 几天后 小雪见李军给毛毛带了玩具 还提出要陪自己去遛狗 两个人便和好了 李军收敛了一段时间 不怎么玩游戏了 还在小雪忙的时候 主动请鹰带毛毛下楼散步 小雪本以为 李军从此就改掉了爱玩游戏的坏毛病 还计划着可以跟李军开始攒钱 买婚房 谁知半个月后发生的一件事 就让他彻底下定决心 跟李军分了手 这一天 李军遛狗时竟然把毛毛弄丢了 小雪着急上火 也顾不上责怪李军粗心大意弄丢了毛毛 在朋友的建议下 小雪发朋友圈寻狗 还承诺找到毛毛后必有仇献 结果隔天 毛毛就被好心人孙大姐送回来了 孙大姐认为 大家都是爱狗之人 婉拒了小雪的仇线 双方还加了微信保持联系 原以为毛毛找回来了 这事也翻篇了 没想到这天孙大姐私下跟小雪说 看朋友圈才知道 李军是小雪的男朋友 孙大姐说 那天亲眼看到李军趁人少 故意把毛毛扔在路边 孙大姐觉得小雪应该知道这件事 小雪得知真相气疯了 一回家便质问李军 是不是故意把毛毛丢掉 我就说呢 你以前总嫌毛毛烦 这段时间又是给他买玩具 又是带他出去玩 我还以为你也喜欢毛毛了 没想到你是不安好心 眼见事情败露 李军还强词夺理 我就是不喜欢这狗 又蠢又烦 还得伺候他吃喝拉撒 你为了照顾他 还割扣我的工资 不让我玩游戏 我限制你花钱 还不是为你好 你这钱要花在正经地方 我会多说半句吗 算了 我看你就是压根没爱心 还不识进取 咱们过不到一块去 分手算了 李军虎脚蛮缠的态度 让小雪失望至极 他一气之下提出了分手 分就分 李军在气头上 想到小雪老管着自己 他二话不说答应了分手 搬了出去 这照理说两人分了手 从此就各奔东西了 李军又是怎么跟毛毛 扯上关系了呢 因为游戏和养狗 小雪和前男友李军 赌气分手 我就是不喜欢这狗 又蠢又烦 前男友求复合不成 竟然带走了小雪的狗 威胁小雪要钱 你不给钱是吧 那你的狗 也别想要回去了 我等一下就把他 摔到楼下去 前男友一口咬定 是狗自愿跟他走的 他所要的是合理报酬 前男友捡走我的狗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其实李军跟小雪分手没多久 他就后悔了 他多次找到小雪 想复合 但小雪对李军是不抱希望了 拒绝了他 为了排遣失恋后的寂寞 李军沉迷游戏不能自拔 他为了解气 竟然刷信用卡 花了几千块钱买了一堆游戏装备 打游戏时无往不利 可痛快是痛快了 一个月以后 李军收到银行的催款短信 顿时傻眼了 他压根就忘了自己刷卡 买装备的事 他可是月光族 以前都是小雪在贴补家用 如今他怎么还得起这钱 大学毕业以后 昔日的好兄弟都各散东西 李军现在身边关系好的朋友 都喜欢玩网游 闲钱都花在玩游戏上了 李军脑子再犯混 也没想过让父母给他还信用卡 况且还是买游戏装备 欠了信用卡 不好跟同事开口借钱 老家的父母也指望不上 李军左思右想 只好再次联系小雪 毕竟两个人相恋多年 他觉得小雪应该能理解他 或许还会念念旧情 帮帮自己 没想到小雪以没钱为忧拒绝了 还说自己有新男朋友了 让他别来纠缠自己 接下来好几天 李军都为了钱的事情 愁得不得了 眼看信用卡欠款 都逾期好几天了 这天下班以后 李军心烦意乱 在路上瞎逛的时候 竟然被他看见 小雪和一个小伙子 带着毛毛从一家宠物店走了出来 两个人说说笑笑的 态度很是亲密 小伙子肯定这是小雪的新男友 情敌见面 分外眼红 虽说没有打照面 但也足以使李军的心情雪上加霜 想起小雪说没钱借给自己 李军心生不愤 哼 说没钱还不是带着蠢狗来洗澡 他在宠物店那里打听得知 小雪刚给毛毛办了一张 好几千块钱的美容卡 李军认为凭小雪的工资 肯定是办不起这一卡的 肯定是他的新男友办的 难怪小雪不愿意跟自己复合 还不是因为攀上了有钱人 李军越想越不痛快 怒上心头 竟然想到了一个歪点子 为了报复小雪 也为了有钱还债 他决定把毛毛偷走 如果毛毛丢了 小雪肯定会像上次那样 发朋友圈悬赏找狗 李军知道小雪大概什么时间遛狗 那几天便早早地等在楼下 终于这天晚上 看到小雪带着毛毛出了门 他就尾随小雪来到公园里 趁小雪打电话不注意 就用毛毛喜欢的肉干把毛毛吸引了过去 成功把狗偷走 小雪发现毛毛不见了以后 果然在朋友圈发信息悬赏找狗 为了不让小雪识破自己 李军故意借用表弟的微信号来联系小雪 还试探性地先要求小雪给两千块钱报酬 没想到小雪竟然爽快地答应了 李军觉得小雪说没钱 根本就是骗自己 一想到这 李军恨得牙痒痒的 他觉得不从小雪那里多要点钱 根本解不了气 于是他谎称被狗咬伤 要小雪给他八千块钱 还威胁小雪不给钱就把狗弄死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小雪会在新男友的建议下 假装答应实则报警 结果因此落望 李军因涉嫌敲诈勒索罪被起诉之法院 在法庭上李军辩解称 当初毛毛是自愿跟自己走的 他照顾毛毛这么多天 跟小雪要点报酬也是合情合理的 不应该构成敲诈勒索罪 那么法律对此又是怎么规定的呢 到这里就要讲到今天的法律之十点 以实得遗失物为由所要费用 与敲诈勒索罪的界限区分问题 首先我们需要搞清楚 实得遗失物所要费用的依据 物权法第112条规定 权利人领取遗失物时 应当向实得人或有关部门支付 保管遗失物等支出的必要费用 但物权法并没有确立实得人的法定货酬权 因此无论施主有没有悬赏 实得人都应当把遗失物还给施主 在施主没有主动提出悬赏的情况下 实得人可以要求施主支付 保管遗失物等支出的必要费用 但不得要求支付报酬 其次我们需要弄清敲诈勒索罪的定义 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对被害人使用威胁或要挟的方法 强行索要公私财物的行为 敲诈勒索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 行为人要采用威胁 要挟 恫吓等手段 迫使被害人交出财物的行为 同时 敲诈勒索罪的行为 只有在数额较大的时候 或者是多次敲诈勒索的时候 才构成犯罪 新闻人敲诈勒索数额较小的 公私财物的不以犯罪论处 结合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 敲诈勒索刑事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 敲诈勒索公私财物价值达到 2000元以上时 才构成本罪 因此 在实得人以索要费用为由 拒不返还仪式物的情况下 其索要的费用是否属于 保管仪式物支出的必要费用 以及其索要的金额的大小 是界定其是否构成 敲诈勒索罪的关键 本案中 不论李军带走毛毛的性质 是偷还是实的一事物 他事实上并没有被狗咬伤 他向小雪索要8000元 这8000元并非他保管毛毛支出的必要费用 他对小雪的财物显然有非法占有的故意 同时 他还以伤害毛毛为由 威胁小雪 要求小雪给钱 他的行为完全符合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 另外 警方通过调取公园里的监控录像 发现李军当天的确是用肉干引走了毛毛 足以证实李军并非实得一失误 最终法院经过审理认为 李军以毛毛作为要挟 向小雪索要人民币共计1万元 已经构成敲诈勒索罪 判处李军有期徒刑11个月 判决下来以后 李军很后悔 他万万没有想到 小雪跟新男友在一起 并非是贪图钱财 而是小雪的新男友是一个有爱心的人 两个人是在救助小动物的活动中认识的 因为秩序相投才走到一起 李军沉迷游戏不思进去 在跟小雪分手以后不但不知悔改 还因为对小雪的误解 偷走了小雪的狗 意图索要钱财 最终因为自己的幼稚和边界 引来了牢狱之灾 而小雪遛狗不牵生 其实是不规范的养狗行为 此举不仅将路人置于被狗咬的风险之下 也让偷狗之人有了可乘之机 因此为了他人和宠物的安全 文明养宠从你我做起 好的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后多亲男友 二人情投意合 发展迅速 韩志强见过王颖的父母以后 决定尽快举行婚礼 二人订婚后 女子怀孕 不料男友的做法却令人打赤一惊 不但要求王颖把这个孩子打掉 还让王颖转给他五万元钱 以示惩罚 女子听从男友的要求 去医院流产 却不知遭已进入男友 精心策划的骗局 头等仓的甜蜜泄后 法律讲堂下期播出